他們就是我們的名店 Nosey 哈囉各位 鳳凰咖啡是阿密斯 我們在日本 那我們跑來這間就是我在 根本在旅行我客座的時候有的豆子 他們就是我們的名店 Nosey Nosey 我們在那根本在旅行的 客座的有些咖啡店 離電車的站都非常的遠 然後都要走15分鐘 20分鐘 這個也不例外 我們走了將近15分鐘 路不走 可能我們路不走 可能我們沒辦法去什麼小路什麼的 而且這條街 全部都是賣一些精品阿 衣服阿 時尚阿 特別下一條街的那部分 有比較大的國際廠牌 像是愛馬仕阿 LV阿 都在這區 所以呢 我們已經準備好一個心態就是 可能我們會把我們所有的日幣花掉 沒有 因為這個區域你這樣開你怎麼可能 打平對不對 所以一杯可能就要8000日幣之類的 可能阿 可能阿 我們去去看嘛 我們去看 反正去刷卡嘛 不怕 OK走 Let's go 我覺得很像Oday 民生店 欸 我怎麼又回到台灣呢 來 我把整個店裡面的環境啊 都會很像 都會很像 它的精神店 就是那種木薄調形啊 什麼的 那 cheap 然後很美式作風 有差不多 叫做 這店裡面的環境啊 烘豆機是擺在裡面的 那烘豆機呢 他們是用那個火爆 我們目測啦 我們目測大概是15公斤的機 8以上 就是蠻大CAN的 放在後面 紅 然後 其實蠻少看到 那個 日本的店家把烘豆機 放在店裡面 很少很少 這麼大的更少 這麼大的更少 所以 那我就非常的 很驚訝 整體都還不錯 我們點了 它基本消費就是 手沖的話就是 780 我沒有記錯有780 780是最普通的豆子 就是你花了780 然後你後面選豆子 如果你選了更貴的豆子 就要補那個差價 好 我們剛剛花了 兩千多日幣啦 兩千多日幣 差不多 因為補了又補了900塊 因為他們沒有特別貴的豆子 也特別貴 因為我點了Gashon 因為那 一開始給我看那個豆丹 就 不怎麼樣 對 另外我還沒上架 要不然加更多 對 另外我上架呢 應該加個 五千日幣 農地咖啡館 那他們老闆呢 就是 仁誠先生 農地咖啡館 仁誠先生非常熱情 一下就打招呼了 然後他 很熱情的 一直用日文跟我打招呼 最後還是用英文回答 他說英文他OK的 他就把我們獨立拉出來 我們三個人一起聊 好 我們帶我們的 給他的題目 我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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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發酵作品 有淚苦 這蠻期待 等一下的 談話 我們要去拜訪一個 非常厲害的一個咖啡店家 聽說他入選 亞洲五十大 的咖啡店 然後店不大 當然很多人過去 特別在夜晚的時候 也是有人過去喝咖啡 算是一個大家的精神支柱 那 這個店聽說有兩間 神田有一間 然後 是什麼 翅板有一間 好像是 然後 他們 也是 自烘的 就是 除了他們的豆子很好喝 他們是五十大 除外 最主要的就是 還記得我在 根本在旅行 這間店做客座嗎 我在新一店做客座 那 因為這樣的原因呢 我就有喝到 Glitch的豆子 我蠻期待Glitch的豆子 跟Glitch咖啡 我們待會 到Glitch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拍給大家看 拍給大家喝 感覺他們挺忙的 超忙碌 超多人 這個小店 現在我們就在非常有名的Glitch店 好 然後我們鏡頭轉一下 轉到那邊 大家看一下 小小的一間店 然後呢 非常多精品的豆子 這邊的出杯方式很快 用Boligame 然後 我比較 比較 覺得很好玩的是 它的棒是用誰的 帶模的 很棒的是它有很多豆子可以選擇 而且 香氣都做得非常好 就有點 我現在點的這個是 Bolivia 然後 是 水洗 非常乾淨 而且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比 在台灣拿到的豆子 還好喝耶 還是 還是 是我 是 是有點錯覺 但是我現在喝的比較好喝 你不好意思嗎 很 很 驚訝 我們另外一個夥伴的點的是 Isobe 我幫他喝一口 他來長鏡 一點的不要給下來 它是 我覺得它沖很好 酸鹽比都很棒 然後body很好 而且它烘的 乾淨度都非常的透徹 而且香氣又很好 嗯 但是 有點小過脆 雖然它沖得很好喝 但我覺得 這隻豆子放我手中更好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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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